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拜访中国 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 美国的西北部竟然是出现了一个中国间谍气球 而且还逗留了好几天 美国出动了F22战斗机监察这个侦测气球 那由于它没有太大的情报收集能耐 加上碎变可能会伤害地面人员 所以美方并没有击落它 只是持续观察 专家就形容中国这么做 将会进一步加剧美中紧张关系 美国五角大楼星期四宣布 美国上空出现一个高维度间谍气球 目前的行进高度高过航空交通 对地面人员没有军事或安全威胁 所以目前只是在追踪这个侦测气球 国防部轻描淡写 可是美国官员提供了更多资料 不具名的官员透露 这颗目测有三辆公共巴士大小的白色气球 是中国释放的 穿过加拿大空域后 抵达美国西北部 逗留了好几天 结果在孟大纳州被民众拍到 这里是美国三个核导弹发射井之一 马尔姆斯特伦空军基地的所在地 国防部派出F-22战斗机升空 监视气球 虽然气球的作用是监视和收集情报 可是美国官员认为 他无法搜集到有用的信息 不会构成具体威胁 我看得到一层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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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层屏幕 我看得到一层屏幕 但我看得到一层屏幕 因为它是阶屏幕 预备的阶屏幕 实际上总统拜登曾经要求当局击落气球 可是担心碎片击中地面人员 所以五角大楼不打算这么做 而拜登也接受这个建议 其实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 在境内发现中国间谍气球 冷战期间 美国和前苏联也互相使用 这种廉价的情报收集模式 不过这一次逗留的时间更长 专家警告 如果侦察气球继续逗留的时间越长 中方就可以拍摄到更清晰的图像 问题在于北京这么做 要么是不合时宜的挑衅 要么就是一个错误 但它是不明显得 它是不明显得 不明显得更多的东西 Biden's campaign has talked about keeping lines of communication open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ecretary Blinken's trip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coming days was part of that effort so this creates a complication for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美国共和党人马上炸开了锅 甚至要求布林肯取消访华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也表示 中国的行为公然无视美国的主权 破坏安宁 拜登不能再保持沉默 他要求召开巴人团简报会 也就是向国会两院重要领袖 进行机密国安汇报 其实早在气球入境前 各国政府就在追踪气球动向 加拿大国防部表示 发现了一个高维度侦测气球 正在监督可能出现第二起事件 目前也正在跟美国合作追踪气球